我的年纪嘛,今年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已经七十多岁了 目前来什么手提状况,只要还能画得动画,我会还继续努力吧 还继续努力,那么争取这个有生之年 再留下一些我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好的一些作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今天我们参观了著名艺术家方广红先生的画展 并就此次画展的主题不忘初心进行了采访 眼前这个画风可能有两个因素构成 一个当然像大家说的,可能想到的,联系到的 就是我在巴西在那边生活了二十多年 那么那边巴西又是一个热带的国家 所以他的阳光那时候时间很长,阳光很充沛 那么再加巴西这个民族,他那个拉丁民族的那种 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特点 也是比较奔放的,比较自由的 那么这无形影响到我的画风 再有一个我自己的话的性质特点 其实我就回到贵人以后啊 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绘画里面 吸收了很多元素,中国的元素 中国的绘画里面那种大协议啊 那种那种大的笔墨啊,大的笔错啊 像这一类风可能 影响到我把它运用到那个油画里面去 这就是主要这个两个来源 我们看到您的序中写了 其实主题就是说不忘初心是吗 对啊,对啊,对啊 您怎么能否跟我们想听讲一下 我就特别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很开放嘛 开放一方面是好的事情 但同时也带来一些弊端 那弊端就是说它毫无约束 对吧,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想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把一些传统的有价值的观念给颠覆掉了 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我是有不同意见 有保留意见的 就是从这一点上说 我们搞艺术的人应该是不忘初心的 艺术就跟生活是密集上相关的 现在一些艺术的见解就是说 艺术跟生活无关的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它并不是说没有底线 它艺术还是有底线 那从您早期在海外的经历来说的话 因为有的人说到您的话 带着一种回归 而他们说的回归 事实上意思是说 您是去了西方去南美 然后去寻找到了一种 被当初就是我们东方被掠夺走的 一种文化财富 您是怎么样 这是西方人对我的一个评价了 他们有一个观点 因为他们西方人看这个 对东方艺术他们其实也是很推崇的 是吧 所以我到巴西以后 在那边他们 作为他们所认识的一个 接触到的一个东方艺术家 他们从我的作品里面 看到一种东方艺术的回归 他这个里面 在我的画里面 看到那种东方的韵味 他觉得东方的艺术 跟西方的艺术 在巴西这个地方 他看到一种结合 您接下去会有什么计划吗 除了这个画展以后 我反正 我的年纪 今年年纪也越来越大了 已经七十多岁了 目前来什么 手提状况 只要还能画得动画 我会继续努力吧 继续努力吧 继续努力 那么争取 这个 有生之年 在留下一些 我自己的位 比较满意的 好的一些作品 I am an old friend of Fang 老师 I must say I do like his work I do like oil paintings impressionist and expressionist so I know his story I know his story It's quite interesting because he went to Brazil and that I think not many Chinese artists have done that and he got honors even from some of the cities like Sao Paulo where I believe he lived for many years this is why I came here to see his solo exhibition today at the art museum so do you think this is a good combination of western art and eastern art of his artwork I think if you just look at any of the artworks I think you can see some of the Chinese elements some of his brush strokes look more Chinese but the color palette is a very international I would say even western color palette because color has in western painting and also in western oil painting a bigger tradition a longer tradition than in China but he is one of those modern artists who has taking the daring step to go abroad and that's why his colors really reflect this I would say international feeling as well combined with some elements of Chinese style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 關於杜高斯貝電視的有關內容 請務必關注我們的官網 www.dukscopy.tv 或直接下載我們的APP 杜高斯貝電視 好 感謝收看杜高斯貝電視 我是王毅隱 我們下期再見